2016秋季Arcadia教育展 目前在Arcadia Amazonic中心开幕 教育展18场的主题讲座 全方位含蓋了升学要领 15所的大学招生办公室 和30多间的升学机构 提供辅导咨询的摊位 还有免费的SAT和ACT模仪测验 及一对一大学模仪面试 今届教育展在会场大厅和酒廊 摆出将近50个摊位 在三个会场举办18场主题讲座 包括揭备名校招生办公室 高中40级如何准备 赢在终点的大学申请资料等等 涵盖升学策略 和SAT、ACT以及AP考试的要领等等 我们每年办这个教育展 我们现在春季也办秋季也办 然后我们还分这个东区、西区、南区 基本上在东区的城市 然后西区的城市 还有南区的城市 所以从阿亨伯拉、阿卡迪阿、沃纳 然后一直到阿兰 这各个地区的城市 我们都会轮流举办 因为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让各个城市的 华人的家长、学生 都能够更方便的去了解到 我们的这些教育的资讯 然后我们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当然我们都希望华人的子弟在教育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今届教育展的赞助商麦当劳表示 教育是陪育子女建设国家的主要途径 麦当劳成立教育基金会 多年来赞助教育回归社区 提升社区教育水准 因为我们了解到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对于华人家长来说 那我们也希望麦当劳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给到大家一定的帮助 像从2008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跟社区的伙伴一起合作 然后邀请到不同学校的emission officer 来到学区去跟大家来解释 在美国大学是怎么选择学生的 因为很多第一代的华人家长都觉得 学习成绩是最重要的 但是其实在美国除了成绩之外 还有很多别的考虑因素 今次教育展的目的是帮助家长和学生 了解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和录取标准 另一方面 家长可以根据小朋友的兴趣和专长 向专家咨询申请合适的专业和大学 以及是奖助学金 我很高兴因为今天通过这个教育展 想让大家我们管南加州这边的家长 学生要知道这所 因为我们华人比较重视教育 那通过这个展销会的 这个教育展 让大家更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了解美国教育系统和别的国家 有什么不同 另外通过了解这个系统 他们才更好地去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学习 部习或者是看这边名牌大学的要求 这样让我们的华人自己能够更加容易地成功 教育展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互动交流平台 教育展还提供免费的SAT和ACT 以及面试模式考试 帮助学生熟悉不同考试的形式和内容 发现我们华人很需要这个教育展 那这样这个教育展我看这几年都是越做越大 那在这边你可以拿到所有的information 你需要的你去大学的 你要SAT、ACT的各方面的information都很齐全 所以今天我来特别逛一圈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应该多来参加教育展 为你的子女将来做打算 大批华人家长和子女分批来到教育展会场 他们透过现场咨询和聆听讲座 吸取实用资讯 即使错过了教育展 家长也可以到相关各校参与各种水平测试 达至全方位了解子女将来升学之路 其实这个活动我想是 我们主要是想提供一些很有用的教育资讯给家长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奥法教育学院的数理应该是最好的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训练出我们的华人孩子成为一个专业人才 我想其实家长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一方面是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美国教育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解 第二个是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 那这个孩子只要进到我们学校来 从头到尾 从这个怎么选课修课 一直到怎么申请大学 我们都会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 天哪卫视 编辑报道